次数我觉得还蛮高的 那底下的东西会不会写到 我是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你不要一下学太多 然后最后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那底下的写法OK 所以我们来类比一下 如果你要多学一个 你就是把这个注解掉 然后这个 其实 未来如果你看到这种写法 WITH这个OPEN S这个 其实它跟我这种写法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它的把名称 有没有放在后面 前面加一个WITH 加一个WITH就是 未来都会用到这个物件 所以后面的话 如果说我们用 后面就用CSV的Reader 所以你一定要importCSV 才能够用它的Reader Reader是Reader什么 Reader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物件把它放到Reader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用SPRIT 一样有没有 它的中间 SPRIT的后面是那个什么呢 逗点 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它分隔符号 我们也是用逗 这概念都一样 只是换一个东西 帮我们处理 那再来的话也是一样 把东西丢到这边 其实名称不一样 所以圣经你可以把这个改成LINE 这边改成LINE 再把ROW搬过来 不是结果一模一样 其实有什么有没有不一样 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就是换了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你看到别人写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不是他错 也不是你错 是说你们写的叙述的方法 用的这个Module 用的物件不一样而已 其他我想结果是一样就OK了 OK 那另外当然 如果你们是那个Teamwork 比如说很多人共同开发的时候 可能你要写一个规范 规范是说 你们以后要怎么用 用哪一个 也许要有LINE 你如果是Team的LINE 你一定要把这个规范清楚 OK 比如说你在什么情况下 要不要用这个或要用那个 可能要稍微写一下 好 那这个地方两个结果应该都OK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